太阳帆飞船是利用太阳光的光压进行宇宙航行的一种航天器 飞行器利用太阳光的光子动量作为动力 光具有玻璃二相性 太阳光中的光子也像其他粒子一样有动量 虽然这种动量非常微小 但用光帆收集这种动量 可以在太空中驱动飞行器前行 这不同于太阳能电池板将阳光转变为电能 而是与帆船的风帆利用风力相似 太阳帆飞行器由于不需要燃料 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探索的一种重要工具 太阳帆飞船的原理 大家经常可以在海面上看到帆船 对于帆船航行的原理 大家一定不陌生 那就是利用海风吹拂在船帆上生成的气压 获得帆船前进的动力 通过控制风帆的旋转角度 帆船甚至可以逆风而行 太阳帆所运用的原理 也与帆船航行的原理类似 太阳也有风 即从太阳外层大气 不断发射出来的稳定离子流 但太阳帆利用的并不是太阳风 而是推动力 比太阳风还要大1000多倍的太阳光 光是由光子构成 当光子撞击到光滑的平面时 可以像从墙上反弹回来的乒乓球一样 改变运动方向 并给撞击物体以相应的作用力 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任何阳光的压力 那是因为它实在太过微小 在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上 太阳光在一平方公里面积的翻面上 所产生的推力只有九牛顿 然而太阳帆这一概念 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明晰起来 1924年 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同事 灿德尔明确提出 用照在很薄的巨大反射镜上的阳光 所产生的推力 能够获得宇宙速度的论断 正是灿德尔提出的太阳帆概念 成为了今天建造太阳帆的基础 由于太阳光压产生的推力很小 所以基于太阳帆的航天器不能从地面起飞 太空中运行的航天器处于失重状态 再加上没有空气阻力 所以轻微的太阳光压就可以让它加速 使得太阳帆不需要携带燃料 就可以推动航天器不断加速 来自太阳的光线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推动力 理论上能够使装有大型太阳帆的航天器 最终达到24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太阳帆甚至可以成为目前唯一可能承载人类 到达太阳系外星系的航天器概念